这两天天气比较冷 所有的观众大家要注意身体 天气冷就会很想吃东西 大陆很多人会觉得 希望将来大陆更强大之后 两岸统一水到渠成 在讲的时候那种感觉 好像是希望统一是没有代价 我必须很诚实的讲 不可能没有代价 任何形式的统一 和平统一也好 非和平统一也好 都必须付代价 东西德就是和平统一 但是西德跟东德 也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包括融合的过程 两岸的隔阂也比东西德更大 所以将来的融合 会是一个很巨大的工程 放在中国的历史上面来讲 一点都不算数 一点都不重要 就会有很多人觉得 那就不及的统一 不统一的代价 每一天都在付 所以我们会讲说 不到黄河心不死 不见棺材不掉泪 为什么明明你知道那条是死路 为什么一直走到黑 结论就是统一是必须付代价 不统一 不统一也是要付代价 而且不统一付出的代价更大 他有时候不统一所付的代价是 你感受不到 每一天在付 等到事情过很久之后 有一天感受到 不统一要付的代价 已经非常晚 这个代价是两岸都在付代价 台湾搞台独要付很大的代价 买武器 收买很多世界上各国的政客 你以为美国政客不要花钱 台湾要不断的出钱去收买 大陆也要付代价 台湾用台独在打击大陆的时候 大陆要不断的防守 今天立陶宛就是这样 立陶宛这个事情呢 是非很清楚 你今天你可以到美国的夏威夷 不经过白宫的同意 你就跟夏威夷订个合约 然后让夏威夷到你立陶宛 就设个班之处吗 不行 记不记得澳大利亚 当时中央政府是同意的 让澳大利亚的地方政府 跟大陆的地方政府 可以签约 可以往来 可以各种商贸 可是澳大利亚一不高兴 立陶就说你签了不孝 两岸现在是没有 但是立陶宛在跟大陆 1991年建交的时候 你就已经同意了 说台湾是大陆的一部分 是你中国的一部分 我同意了 我们来交朋友 我们来建交吧 那你现在翻脸不认了 你不同意 所以大陆还没有直接断交 留了一个代办纸 这个是全世界大家都在观察 公然的挑衅了 一个中国之后会怎样 那立陶宛这边也留了个小心尺 台独现在就沾沾自喜 我们在立陶宛的办事处叫做 台湾里 不是台湾哦 是台湾人办事处哦 我跟你讲 这鬼扯蛋 台湾过去跟这个没有外交关系的 国家设为办事处叫什么 台湾设在美国的叫做什么 叫做北美事务协调会 然后在日本亚东关系协会 没有地名 因为一个中国 卡一个说这个我们低调一点 原来可以接走的方式 那台湾今天在立陶宛 本来波罗的海三小 其实因为人口少 你的工作量很小 三个国家 一个国家两百多万人口 你三个国家你搞一个就好了 那你要办事 说要立陶宛要办事情 就跑到另外地方 你现在拼命一定要在立陶宛搞 好你搞 那你低调一点 你按照常规 你就设一个波罗的海办事处吧 摆明了我们没有政治要求 我们不是要搞台独 不是 所以你弄一个中文叫做台湾办事处 英文叫做台湾立办事处 这有差吗 这是自己在骗自己 有媒体问说 你中方你会跟立陶宛断交吗 说目前降级了 已经充分体现了中方的严正立场 他说为了要维护中国的主权 不得不把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起义 而立陶宛政府必须承担 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然后他说 接下来大家最应该关心的是 立陶宛究竟是 你要一条路走到黑 还是纠正错误 亡羊补牢 台湾这边呢 吴钊燮 他在立法院的外交委员会 他答应说 相信立陶宛扛得住 而且加上欧盟美国所给予的支持 立陶宛要怎么样跟台湾越走越近 这摆明的就是要建立外交关系 台湾很清楚的说 就是一个准外交关系 懂吗 那他背后就是有欧盟跟美国 所以美国现在对中国所做的所有的打压 他都会找很多人 不是我美国跟你打压 是我美国来穿针引线做一个平台 我找一堆人 一个两个三个五个 哇表面上是一个立陶宛 立陶宛背后有我美国 旁边还站着欧盟 我看你中国这一棒打不打得下去 打不下去 你后面就有更多个立陶宛 显然啊 波罗的海三小国 这都是前苏联的国家 那他们本国内部都有 亲美派跟亲俄派 亲欧派 大家互相作用 大陆应该怎么办 一个一个的国家都采取立陶宛模式 建立台湾办事处 作为准外交关系 官方还密切往来 那跟建交有什么差别 大陆要怎么样去制裁 因为每一个国家都这么干 那怎么办 如果今天一个立陶宛 下面一个捷克 再来一个波兰 大陆都断交吗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处境 美国对中国的打压 是采取这种模式 有一些人跟我讲说 黄志祥你怎么 我讲一样的话 我也觉得很烦啊 为什么我怎么喊都还不行 这个就是我讲不统一的代价 孙中生一辈子也不过就是讲一句 最重要就是救中国 想方设法 想说各国的学说 他消化吸收 他一生做这个事情 两岸不统一的结果 就是一直要付出代价 这个立陶宛模式 所能够产生的很多的copycat 模仿猫的效应 台湾的立法院成立一个组织 叫做台湾与波罗的海 三国国会议员友好协会 这里搞一个小组织 那边搞一个小组织 经费来源台湾这边给 台湾有钱 有资源 就可以收买 这个民进党立委邱志伟 他去过立陶宛教书 他说中国维持立陶宛大使馆存在 并没有完全断交 他说中国已经等同于承认一中一台 甚至是两个中国存在的事实 是中国已经自费一中原则 只要中国政府可以接受立陶宛这个案例 未来台湾在国际社会的驻外管束都会原力办理 该是结束国际间汉贼不两立的过时政策 台湾跟各国维持更有尊严的外交关系 这是台湾人长期的向往 对岸想要追求心灵气和 而尊重台湾的国际尊严 就是心灵气和的具体事件 另外一个民进党的立委林俊宪 他说依照中国原先激烈反应 断交都是可以预期的反制措施 甚至立陶宛前总理都说 跟台湾互设代表处 意味着跟中国终止外交关系 结果民党立委林俊宪说 那中国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是因为只要先离开 后面又会出现连续的状况 他说如果真的断交 反而帮台湾创造更多的空间 简直在处罚自己 虽然嘴巴说得很强硬 实际上算盘打得很紧 我刚刚举了两个民进党立委 他对这个事情的说法 在台独 他在台湾要怎么解释这个事情 立陶宛跟台湾设一个办事处 大陆就把立陶宛降级 降到最低级 插一步断交 但是维持着没有断交 所以台独当然来讲话 所以观察的重点就在于 国际对台独的支持 是会源源不绝 所以立陶宛这个事情 我判断可能是一个 美国认定的模式的开始 因为美国就用立陶宛这个模式 来对付你 我们中国大陆西南部 有一个国家尼泊尔 尼泊尔这个国家 本来也没什么事 可是因为他执政者改了 换上在野党上来 在野党上来是个亲美派 所以呢 美国他之前跟尼泊尔讨论了一个 帮他做基建的条款 简直像是上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因为美国要在尼泊尔 这边买一个地 在中国旁边啊 喜马拉雅山旁边啊 美国的手都伸到这里来 所以我估计啊 我的判断是 这个是美国的他的阳谋 台独就已经讲了 台独就说 台湾派驻在世界各国的办事处 应该都比照立陶宛的模式 那如果说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 跟台湾没有任何邦交了 全部都改成台湾办事处 那就是如民进党所讲 一中一台 这个就是不同意的代价 美国跟台独要把这条一路走到黑 一直在逼迫中国大 所以我们要打起精神啊 要非常小心 讲到美国的野心跟他的阴谋 美国现在在干一件事 什么事呢 我们来看美国的整个布局 南海 东海 这边台湾 黄海这边 美国跟日本结盟 东海这边 台湾海峡 台湾 南海 他搞好几个 越南 越南 越南奇怪 他是个共产主义 结果他竟然跟美国勾搭成这样子 他现在越共越南是非常亲美的 非常怪异啊 因为越南只有今天 中国给他很大的帮忙 但他不但不念恩 不念义 他反而跟美国结盟 越南这个国家 而自从被法国殖民以后 就已经不是以前的越南 那越南跟南海有关系 另外一个南海的重头戏 除了台湾以外 台湾因为有十一段线 有太平岛 另外一个就很重要 叫菲律宾 记不记得 美国就怂恿菲律宾 搞一个什么国际仲裁法题 然后去那边 搞一个虚假的 没有效力的 说仲裁 这个太平岛 是交不支岛 说仲裁 中国不对 南海那个都菲律宾的 笑死人 但是你就可以看到 美国 他对南海 着力之神 就是四面八方 每一个角度 他都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反中 你要知道 美国现在跟台独一样 他做任何一切事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反中 他对于华为的 没有廉耻的 这种无止境的打压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只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 哎呀美国打压 本来就是应该的 美国本来就是老大 老大本来就应该吃毒食 我们都应该是他的奴 是不是 现在有一个人站出来 不愿意干净做奴 大家不习惯 那美国这几年来 他所公布的种种的架构 就是我美国 我要把很多工厂 拉回美国 那么如果做不到 因为事实上做不到 美国人太懒 美国的基础建设太差 美国的工资又太高 那么我也要 把供应链 撤离中国 我要在非中国的领土上面 完整的建构 产业链 也就是我的整个的工业 产业 科技业 所有的我都要去中国化 我先不说他做不做得到 他当然做不到 但是他就有这个心 美国有一个很可笑的委员会 叫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他最近就公布了一个539页的抗中战略报告 他指责说你中共领导人面对内部必胜主义的高涨声浪 所以你如何如何以及处理疫情招致批评的现实差距 美国你这个情报有没有问题啊 你现在疫情有问题的不是你欧洲美国吗 你包括说你法国要重新封锁 你德国要重新封锁 你怎么怎么啦 就在大陆的疫情没问题啊 那内部的必胜主义的高涨声浪 那必胜主义不是你美国吗 你美国应该叫必吃主义吧 就全部都是你美国要吃下去的 大陆没有必胜主义 大陆是更好的做自己的事 那负债承重 负债承重不是你美国吗 不是你美国国债地方债压死人了吗 奇怪 就是他要确保2018年通过的 出口控制改革法 他干什么不要领的事 他就说他要改革 所以他改革法 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 这名字都很高大上 其实干的都是见不得人的事 所以他说只是美国的政管会 就管理股票的 要求在美国上市 在中国大陆有生产设施的企业 每年提出报告 要说明中共党委 是不是介入公司营运 然后要求国会授权政府 要印度太平洋区部署 大量的反舰 就是反船舰 反航空母舰 跟弹道飞弹 要强化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基地 以及增强对中共攻台的威慑能力 就美国现在哪一个报告 哪一个通过的法律 你都东拉西者都是在反中 东拉西者都要讲台湾 就是要威慑中国对台湾的政策 那美国之前有个驻日大使 现在是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海格 他接受日本的招日新闻的专访 他公然提出来 他说美国日本台湾韩国要合作 建立一个抗中供应链 所以你知道世界科技半导体 主要的生产基地 一个是大陆 另外一个就是台湾韩国日本 主要是这三个 美国比较是上游 因为美国的工资太高了 所以他现在就是要把很多公司 不管你是美国公司日本公司 日本公司也由日本政府补贴 有很多公司是撤出中国大陆 日本也在搞去中化 美国在搞去中化 所以将来这个可能是很难避免 于是乎我们要看清楚一个大事 就是今天如果有一场战争 这个战争不一定是军火 很可能是科技 很可能是文化 很可能是各种各样 这个战争的发动者不是中国 发动者是以美国为首的反中联盟 但是他已经一而再 再而三跟中国宣战 这场战争不是中国想喊停就喊停 因为人家已经在去中化 那么中国要下好一盘棋 我们很害怕是很多人 他看不懂 他错误的判断 错误的认知 这个是比较可惜 但是大陆的国力墙 大陆的工具墙打开 满满都是工具 所以不要怕 损失的 错误的 必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联盟 不管是我们中国要崛起 要复兴还是要统一 都会付出一家 都会付出一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